幸福 人生幸福是什麼 幸福它不是一個目標 它是一個態度 結果這構成裡面你能把握 那你感覺幸福了 你如果把它定為一個目標 你這一輩子不可能有幸福 舉個例子 我這一輩子想要蓋一棟別式 裡面有旋轉梯的 好 從今開始就開始去認真打拚 結果到有一天你真的是完成它了 別式已經蓋好了 那個時候你已經是85歲 你走到二樓你都走不上去 到最後你住的那個房屋裡面的房間是孝親房 請問孝親房都設在哪裡 都在一樓一樓的哪裡 樓梯的後面那個地方 比較不會占到空間 那就是孝親房 好可憐 如果你認為人生的幸福就是這樣 你就好可憐的 你一輩子你都沒辦法去享受到什麼叫做幸福 就在這個當下 那今天的這個時候 你會來聽這個課 你要非常的感恩 你很幸福的 你比別人有福氣 尤其是心靈層次的課 心靈如果開了 人生是什麼顏色 彩色的 心靈如果沒有開 人生是什麼顏色 黑白的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有賺沒賺 就看你的心情 所以你心情好 心情好 自然而然 你就會感覺很幸福 就是人生很怕你的目標追求錯誤了 你追求錯誤了 你能控住嗎 生難生命 你能控住嗎 很困難 醫學在怎麼發達 這件是什麼 上帝絕對不允許你可以用控住的 如果能控住 別的地方都沒有問題 就會發生在中華民主的這個族群裡面 我有幾個例子 假設上天主允許你生一個小竹 我們存良心講 講出來上天就給你這個福報 只能生一個 請問 你要生男生還是生女生 只能生一個 請問 你要老實講 因為你講出來上天就給你這個福報 我們存良心講 你要生男的還是生你的 很老實 你的就給你你的 男的就給你男的 如果生兩個的時候 請問你要生男的還是生你的 那很好回答 那請問生三個的時候你要怎麼生 兩男一女 OK 那上天也給你這個福報 每一個家庭都生兩男一女 問題發生在二十年後 這一堆人的家庭 兩個兄弟只能娶一個老婆 因為前世代的家庭都少一個女生 所以生男育女是不能給你操控的 你一操控出來就發生問題 所以我們不要被生來陷入了你的人生 生男生你都是好的 生態一定要平衡 如果沒有平衡 我們這些男生要去撞牆壁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生男生你都好 你不要為了這件事情去卡在那裡面 人生就痛苦了 所以你去祈求這些求得到嗎 求不到 能生你生還很好你知道嗎 有的連生都生不出來也有了 所以就很好了 就很好了 人比人 氣捨人 我們不要比 但是今天聽了這個課之後 每個時段都是好的 他生不出來的人好不好也算很好 在人生的理論來說 因為他沒有負債 無焉無從不會結成一個家人你知道嗎 無恩無受 不會結整求 來就是要報恩不然就是要報仇 都是這樣的 你看 你拿錢給你的竹尼 你有跟他想要要回來嗎 因為拿錢給竹尼大部分都是媽媽拿的 你當下有沒有什麼 把我記住喔 以後要算賬的 利息都要加回來 有這樣嗎 沒有 很不甘念也要拿出來 很不甘念沒有也要去借回 好奇怪 因為他是要來要債的 或者是偷債的 他是要來要債的 你就是要給他的 說實在 你把他想開 因為有時候 因為他有他的福氣 你生了這個小孩 他你住人就會賺到錢 你生了這個小孩 你沒有賺到錢 結果這個小孩沒有福氣的 所以這個老闆會賺了很多的錢 不是這個老闆有福氣 是他的祖女有福氣 他能賺到那麼多錢 他一定很辛苦的 賺到錢很多人都是很辛苦的 醫生賺到錢誰享受